屏東車神的福安宮這裡 遊客一步步的進到廟裡拜拜 拜完一定會去逛周邊的店家 福安宮周邊的店家 賣綠豆蒜 鹹蛋 皮蛋的攤販 真的小哈哈 一年比一年多 有 有嗎 要來一年多 有 同時間墾丁的白沙灣這裡 同樣是暑假遊客卻稀稀落落的 福安宮是未在有來往墾丁的路途上 以往是到墾丁順便到福安宮拜拜 現在卻是遊客到福安宮 拜拜完之後就北返不往墾丁去了 只有屏東觀光景點人次看得出來 福安宮達到488萬人次 墾丁的鵝鑾鼻河南灣掉到不到40萬 只有北部的民眾比較一家四口到墾丁 或是沖繩哪裡比較划算 世界上來說差不多都要五個多小時 但是交通以及時速費用 北部到墾丁搭高鐵到高雄 加上高雄墾丁來回包車要一萬三千多元 五星飯店住三晚總共五萬六千多元 到沖繩機票以及機場來回接送 四萬八千多元 但是沖繩的酒店住四晚 兩萬五千多元總共花了七萬四千多 沖繩雖然貴了一萬七千元 但是出國看來比較有吸引力 這也讓墾丁暑假的訂房率 只有五成城的史上最慘的暑假 動森新聞 瑜伽雄在屏東報導 海大利家 海大利家 海大利家